很多消费者一定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说难道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吗 在历经毒奶粉、瘦肉精、毒淀粉 还有塑化剂等等食品参读的事件之后 国内司法史上的第一起游消机会 带领568位受害消费者 向制造或是散布消费这个塑化剂的厂商 所打的团体诉讼在今天宣判 原本向厂商求偿22亿元 结果法官只判赔100多万 消机会委任律师认为 这是重大的触败 一定会再提起上诉 去年5月塑化剂风波 民众人心惶惶 虽然御生、兵汉等上游业者都已判刑 但消机会还是接到568位的民众 共同申诉提出团体诉讼 求偿22亿元 现在一审宣判出炉万众瞩目 法官、承担法官认为 这个部分原告并没有提出证据 来证明损害的内容以及金额 被告因赔偿原告的金额总计为 新台币120万元 这个没有把引用法条修法的精神 作为判决的理由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会提起上诉 判决结果律师大失所望 因为这是国内司法史上第一件食品参图事件 透过消机会向厂商提出的团体诉讼案 但法院认为业者只需要赔偿商品的价金 一百多万元的赔偿金额 与原先提出包含精神赔偿的22亿赔偿机 天差地别 律师表示这样的结果看来 新上路的食品法的精神并未纳入判决参考 要机会会再对御生、兵汉等30多家的厂商提出上诉 消机会一定要用这一次的事件彻底解决台湾食品安全把关的弊病